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895年,又以湖南巡佛吴大城,即已在辽河前县的四川铁都,一军统帅宋庆为军务帮办,既往能收复海城,以此万就垂当危局。 牛庄,地处海城以西二十五公里,西通锦州,山海关,南连营口,田庄台,维营口,田庄台的后路,是清军运送两响兵械的要导,适逢各军阳台资重金在牛庄,是清军后勤大本营。 狡猾的日军筹筋筹这一点,针对清军,大军允己,急于收复海城的心态,制定了阳公辽阳,失去牛庄之策。 1895年3月 清军关内援军与援助级仙道部队会合 对已为日军第一军第三师团侵占的海城发起反攻 此时日军第五师团虚公辽阳 驻守海城的日军第三师团也突围北上侧影 清军不知事迹急忙回师增援 日军城市跟踪追击 一举夺战安山战 日军第三五师团会合 会合后的日军出流小部分兵力 控制安山战外 马不停蹄 立即向西奔袭战略要递牛庄 清军为光涛文迅日军由安山战 以大谷骑兵 城区指导清军后路牛庄时 急忙率军于三日晨八十折回 其他各军仍远在海城前线 牛庄无城墙可守 周围一片平地 魏光涛身知恶战将至 返回后 立即布置所属官兵 紧急修筑 以到土墙为一线攻势 并在阵内利用民房和官崖修筑 向战攻势 准备护手 四日早晨八十 日军第三十团炮兵首先向牛庄开 好 清军立即予以还击 随后 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冲锋 清军充分利用战墙和攻日抗击 但最终还是因为重刮悬殊 战至中午十一时三十分左右 牛庄城北清军被迫退入街区向内 与此同时 日军第五师团也从城东发起了攻击 清军则利用数百米的开阔地 在城区内设墙堡 或在房屋的墙壁上挖枪眼 射击日军 坚十到十二时三十分左右 也被迫退入庄内展开巷战 至此 在日军两个师团的合力猛攻下 清军牛庄外围全被攻破 两军转入全面巷战阶段 午后 日军两个师团从东西 为三个方向 分四路 一起向牛庄城区发动猛烈进攻 开战不久 双方就呈犬牙交错军事 清军被优势敌军分割成几十个战斗集团 失去了统一指挥 但他们毫无拘刺 各自为战 进行分散抵抗 日军见此 也将部队暗中队 小队划分 分头行动 一时间 牛庄城内一片混乱 硝烟弥漫 到 处都是喊杀声和枪炮声 战斗中有百余名清军在一个大院内 利用外围石墙坐施死坚守 日军无计可施 最后只能由工兵运来炸药将围墙炸塌 冲入院内 在日军瞒射地雷炸药时 清军子弹用尽 用墙上的砖石打击敌人 砸死砸伤日军庶名 最后 这些清军全部战死 可见 战况之惨烈和清军之勇敢 到下午四时 正当城内守军筋疲力尽之时 到园里光九率武营 约两千人从海城前线持援牛庄 面对敌人优势兵力 明知有去无回 他们还是兵分三路 勇敢地冲入牛庄 加入混战 至日落时分 清军除牛庄牙门外 其他核心据点几乎全输被日军占领 经过短暂休整 伴随着夜晚来临 双方又重新开始交战 枪炮声此起彼伏 爆炸的火光照亮了牛庄的夜空 日军见清军败局已定 便调兵潜将 向牛庄南面运动 企图四面合围 全歼清军 晚时时 坚守的清军已经处于弹 尽量绝外 无缘兵的困境 在手下去 只能徒增伤亡 而无实际异议 魏光涛等商议后 决意放弃固守的牛庄牙门 由牛庄成熙分散 向田台庄突围 途中遭到第三师团 混成第六旅团截击 双方战斗激烈 清军伤亡很大 日军占领牛庄后 只见哀户搜查 杀人无算 据日方后来调查 在牛庄市街的 两千一百余名死者中 三分之一是无辜平民 牛庄成为日寇滥杀无辜 血腥残暴的见证 牛庄之战虽历时短短一昼夜 却是甲午战争中最为惨烈的巷战 清军以锦佩石门残破火炮的十二营五千七百人 兵力硬汉日军装备五十九门火炮的精兵 一万一千八百余人 是日军为占领牛庄付出了四百余人的代价 由于重拐悬殊 武器装备处于劣势 清军也遭受重大伤亡 阵亡一千八百余人 负伤七百余人 被俘六百九十八人 赢 少官伤亡激进 习都谭桂林 邓敬采 总兵于佛章壮烈牺牲 牛 庄宝卫战 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重大战役之一 魏光涛 李光九统帅的这两支清军 面对强弱 毫无惧色 不惜干脑涂地 敢于倚弱碰强 且能重创数倍余击的日军 最败有荣 其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 和慷慨壮烈的英雄气概 足以赶天地而戏鬼神 平定西北罕见的恶障 左宗唐甚至写信 要亲属做好被抄家的准备悲哀 八国联军侵占中国 清朝官员竟然敲诺打鼓宋锦旗 其实乾隆不是因为下跪问题拒绝通商要求 而是英国要求太武里参加甲午海战的北洋水师十二名管带 最后共有七人阵亡霍自军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也随意